中海游883 他说短期的走势如何分析 他上个星期十个四周进入了 他就问你的操作建议 公布了特别股息的金额 现在你觉得Sam又应该如何操作 在A股已经上市了 公布了特别股息的时候 就是连接之前的末期息一起去做 因为之前未公布末期息 所以这些相关的消息已经出台了之后 后续来说市场的关注点 都是落到油价的表现 4月以来不论是纽约企油或伦敦企油 倾向上普遍的时间 都是徘徊在100元附近的美元每桶的水平 未见有一个很大的上升动力的状况 所以后续去看的时候 就要看到底石油的需求量 会不会有进一步加增 才有机会 比如纽约企油现在105元 有机会可以去回110或者再高115的位置 才可以带动中海油可以有另一次的升浪 暂时去看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介乎11.5元到12元之间 已经倾向会有阻力 11.5元之间观众差不多赚到一成 看看到时需不需要考虑减持部分的股份